就是說 因為如果 假如是 學過VBA的人 那他應該知道,像我知道嗎 所以我可以看到程式 Unprocessor 1234 那我就知道什麼 你原來你的密碼就1234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從這邊按 輸入1234 你就變 保護就也是失敗了 所以 最後可能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你這邊程式 也就是你程式不要 隨意讓人家看得到 也就是以後 這些東西呢 都不能被看到 有沒有,我們現在專案打開 當然你打開這個YouTube Phone,點兩下 程式就看到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不要讓人家看到的話 那你還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的VBA有沒有 保護起來 OK,這一點也蠻重要的 那怎麼樣呢 可以保護你的VBA 很簡單 一 請你在 最上面這個地方 VBA Project 按右鍵 他這邊有一個叫 VBA Project的屬性 屬性按下去之後的話 接下來 他這邊就有一個保護 保護 那保護的話呢 接下來把這個打勾 把它 記得這個打勾 然後密碼的話加一下 好 確定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現在還在開啟狀態 他當然還可以看到裡面的程式 現在是OK 可是喔 你要什麼時候 就是密碼才會生效 特別是要 請你先把那個Excel關閉 然後按個儲存式 下一次 開啟的時候 儲存的話 他已經密碼 已經加上去了 那我下一次呢 如果再開啟他的時候 OK 這邊一樣 要把它啟用內容 然後 這個時候呢 我切到 開發人員裡面的VBA 的時候呢 那就會發生呢 跟剛剛完全不一樣的狀態 有沒有發現 打開來喔 剛剛是整個已經展開來 可是現在因為加了密碼 所以我把它按 加號 他會跳什麼 密碼 OK 那如果那你不知道密碼的 你隨便輸入密碼不正確 所以也什麼都看不到